我们都知道房市很热 不过哪里买房最赚呢 来看到根据统计 七大都会区 这个转手交易获利金额 大新竹地区第一季获利最多 平均每户转手都能获利810万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型 一层就是有一户而已 室内平数已经来到50平 四房四位大格局设计 位在新竹竹北这件中股 80平开价4500万 屋主在10年前买进了这个物件 当时单品是一字头 由于附近临近了新竹AI智慧园区 与台园科技园区 现在单品已经来到了五字头 新竹人他们的薪资成乱 其实差距很大 就薪水高的真的都很高 一房一天一位于这种 就要1000多万 这10年来 他的房价几乎都是翻倍涨的 房价涨是翻倍计算 最新数据出炉 新竹有卖房的人 今年第一季 平均每户转手获利约800万左右 是最赚的地区 至于六度也很赚 第一季 每户平均都能获利达到 300万以上 台中市平均每户获利达 385.5万元 新竹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 我包含就是新竹科学园区 那进出的人会很多嘛 如果假设以最快速来讲的话 早上委托 晚上就 下午可能就卖掉了这样子 第一手我才卖20万 结果我现在卖掉卖60万 那这个落差值 你看单品就可以插个将近 这样算一算 大概有40万的价材 不过就是因为房市热度 实在太惊人 最近也引爆现代之乱 继央行之后 金管会4号紧急召来 12家银行喝咖啡 将会设置房贷额度查询平台 一周内就要上线 再次强调会优先放款给首购族 适度控管 但仍不是保证都能带得到款 东森财经新闻 郑志伟邱小前新竹报道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